破解谎言 让平安取代心中的恐惧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耶利米书 第四十四章 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来看 这一章的信息 就是耶利米先知 所发出的最后一次预言 经文中所提到的密夺 达比利等等这些城市 都是在埃及境内 当犹大王国后 有一部分的犹大人 就散居在这些埃及城市里 最令人遗憾的是 流落一乡的他们 不仅不愿信靠上帝 更执意要去侍奉别的偶像 百姓们的刚硬 让耶利米先知 感到心痛不已 让我们请来读耶利米书 第四十四章 耶利米书 第四十四章 有灵到耶利米的话 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就是住在密夺 达比利 罗浮 巴特罗 境内的犹大人 说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 你们都看见了 那些诚意今日荒凉 无人居住 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 去烧香侍奉别神 就是他们和你们 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惹我发怒 我从早起来 拆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 你们切不要行 我所憎恶这可憎之事 他们却不听从 不测而听 不转离恶事 仍向别神烧香 因此 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 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如火着起 已知都荒废凄凉 正如今日一样 现在耶和华万君之神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为何做这大恶 自害己命 使你们的男人 妇女 婴孩 和吃奶的 都从犹大中剪除 不留一人呢 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 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 向别神烧香 惹我发怒 使你们被剪除 在天下万国中 令人咒诅羞辱 你们列祖的恶行 犹大猎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 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 就是在犹大地 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们都忘了吗 到如今 还没有懊悔 没有惧怕 没有遵行 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 所设立的法度律例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 以致剪除犹大众人 那定义进入埃及地 在那里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我必使他们竞斗灭绝 必在埃及地铺倒 必因刀剑饥荒灭绝 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 以致令人辱骂 惊骇 咒诅 羞辱 我怎样用刀剑 饥荒 瘟疫 刑罚耶路撒冷 也必照样刑罚那些 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 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都不得逃脱 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 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 除了逃脱的以外 一个都不能归回 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 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 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 聚集成群 回答耶利米说 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必不听从 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化 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 君王 首领在犹大的诚意中 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素肠所行的一样 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 享福乐 并不见灾祸 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我们倒缺乏一切 又引导见饥荒灭绝 妇女说 我们向天后烧香 交电计 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 向她交电计 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耶利米对一切那样 回答她的男人妇女说 你们与你们列祖 君王 首领 并国内的百姓 在犹大成义中 和耶路撒冷街市上 所烧的香 耶和华岂不纪念 心中岂不思想吗 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 所行可憎的事 不能再容忍 所以你们的地荒凉 令人惊害咒诅 无人居住 正如今日一样 你们烧香 得罪耶和华 没有听从她的话 没有遵行她的律法 条例 法度 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 正如今日一样 耶利米又对众民 和众妇女说 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 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君知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和你们的妻 都口中说 手里做 说 我们定要偿还 所许的愿 向天后烧香 交电祭 现在你们只管 坚定所许的愿 而偿还吧 所以你们住在 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大名起事 在埃及全地 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 称呼说 我指着主 永生的耶和华起事 我向他们留意 降祸不降福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必因刀剑 饥荒所灭 直到灭尽 脱离刀剑 从埃及地 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 那进入埃及地 要在那里寄居的 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 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 是我的话呢 是他们的话呢 耶和华说 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 必有预兆 使你们知道我 降祸于你们的话 必要立得住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 交在他仇敌 和寻所其命的人手中 像我将犹大王七底家 交在他仇敌 和寻所其命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 百姓们凑把自己生命中 所遭遇的灾祸 归咎于 他们没有好好侍奉那些假神 完全听不进 耶利米先知的劝诫 唯有耶和华掌管一切 亲爱的朋友 有时候遇到不顺行的事情 你的心里 会不会也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败得不够多 或是神真的有在看过我吗 其实 这只是撒旦 惯用的两大招数 谎言和恐惧 他的目的 就是想让你离开神 走向错误的路 鼓励你 当下次再有谎言出现的时候 就奉耶稣的名祷告 果断地拆毁撒旦的伎俩吧 相信神是赐下平安的掌权者 也唯有祂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亲爱的祷告 亲爱的爵苏 我要奉你的名 破除心中一切的谎言和恐惧 也求你的保险遮盖我 并且以平安充满我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每天读神的话语 心里满有平安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